请表态 谁想挑战她 有吗 只有陈岳一位 陈岳好像举手似乎最多 对 因为理由很简单 我占了三期了 还没机会正式自我介绍 也是 对 而且一直都没有机会来 一对一地进行教授 我会纳入这份考量对吧 争取让你露个脸 不抢你太多的光芒 好 来 现在Open号属于你的时间到了 下面 请在长测的一战青年当中 选择一位成为你的对手 紫旺我肯定不能选了 这紫旺一答题 紫不定就得忘 我还是选 我还是选陈岳大哥吧 好 选择的就是陈岳 就选了 加油 我要告诉你啊 陈岳有着非常烫金的履历 也曾经进入过联合国 麦肯锡等一流的企业 而且曾经是我们联想最年轻的总监 好吧 大家一直不选你 一个觉得你真的是太强了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都是因为大家在台上把我喊老了 都是老大哥老大哥 也不是因为我答题厉害 就是因为我年纪大而已 陈岳好好跟大家亮亮身份 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叫陈岳来自哈佛 大家已经听到我之前的头衔了 哈佛探险者 因为在生活工作中 我特别喜欢不断地挑战自我 比如去玛雅古城去考古 去坦桑尼亚的马赛人的村庄当中 去完成他们的陈人礼 还是在佛罗伦萨去画画 他刚刚说那些地方 我一个都没去过 我都没听过 其实我觉得陈人之后 我们有很多自主权 所以我们通常会选择 在一些舒适的区域当中 而舒适区 我觉得就很像刘莎 你一旦进去之后 不知不觉地 就会慢慢地顾不自封 所以我建议所有的成年的朋友们 都可以不断地去挑战自己 去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让自己不断地尝试新鲜的东西 防止自己掉入舒适圈的陷阱 我相信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面 不管我们的对战怎么样 总之成为首发的一战青年 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挑战 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咱们今天就来个快乐的对战 来到了一战到底的这个擂台上 我肯定是不会放过你的 既然你是这个哈佛的探险者 那么你出拳选我 就是你最大的威胁 听清了吗 欧文浩 我觉得你是勇敢的 你敢挑选陈岳 来进行这一局的挑战 我本身要为你的勇气喝彩 两位加油 请准备 答题开始 日本姓氏全养最初起源于什么人的姓氏 日本公民需要起名 那时候他们就看见什么 就起什么 比如说松下或者是井上 全养就是指养狗的人 沙马特这个词最早源自哪个英文单词 那就是谐音 Smart 巴尔纳笔下神出鬼没的潜水艇 鹦鹉罗号 在一开始曾被人们认为是哪种海洋动物 因为潜水艇它有一个灯 一束光看上去就像独角精一样 所以是独角精 那独角精的脚 其实是它的哪种器官 应该是长在外面的牙 人体半小时散发的热量 能烧开大约多少公升的水 人体的热量真的挺大的 因为它半小时就能烧开四升的水 根据小说《西游记》的记载 孙悟空的身高大约是多少米 人物玩人 英雄也有短板 其实他只有1米3 春秋时期各家诸侯在海上作战的军队统称为什么 但就不说春秋时期 三国时期江东水军天下无敌 他没有叫江东海军 所以是水军 林海水军中描述座山雕有三绝 分别是眼绝 腿绝和什么绝 身体都有了 所以应该是枪法绝 奴雪雕在发情期找不到交配对象时会怎样 人如果单身的话可能会憋疯 雕如果单身的话就会死亡 曾经沧海难为水 不却乌山不是云 是哪位诗人写给妻子的盗王诗 这就是非常浪漫的诗人 原诗人 是倚天剑 倚天剑 倚天剑 被削掉了 我梦的屠龙刀想起来了 你说屠龙刀那么宽 肯定能藏起东 倚天剑那么窄 他怎么能打碎进去呢 告诉文浩一个知识 屠龙刀里藏的其实是另外一本 《五目遗书》 所以说武林至尊宝刀屠龙 号令天下谁敢不从 说的就是得到五目遗书 就可以精通兵法号令天下 本天不好学习 天天看见有数多人 我太明白了 但我特别喜欢欧文浩这种乐观生活的 乐观工作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也希望我还能再回到 一战到底的舞台上 再挑战一下岳哥 下次我肯定不会再输给你 没问题 刚刚是我在舞台上 最快乐的一次对象 谢谢 谢谢大家 我觉得只要是爱笑的人 乐观的人 在生活里面 运气都不会太差 谢谢欧文浩 浩哥 你按摇换器之前 你记得抖音关注我一下子 记得 快快快快 这么久 你就笑我 再见 陈岳 好 我们要恭喜陈岳 刚刚呢 守卫住了她自己一战青年的这样的一个头衔 和她的荣誉 那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呢 她真的是很多男生都很喜欢的一位选手 她到底是谁呢 有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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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